1200萬的老公朋友 大家放棄啦 為什麼 2023年 我們看到了勞動基金 把我們的退休老本 拿去操盤 有賺大加分 但是 高興三秒就好 因為2024接下來 尾翰要告訴大家的 每一樣 通通要你買單 從看得到的四月店家 到看不到的臭雞蛋 胎死腹中的數位身份證 錯誤的政策 全民買單 你一樣都躲不掉 好 俊章哥 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剛剛俊章哥說得好啊 高興三秒就好 因為2023年 這個勞退心智 他有賺 所以現在可以分 5萬塊以上的 有300多萬人 今年2024 對不對 每一年不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 當然不是壞消息 可是你看到 能夠有300多人 拿到5萬這件事情 就代表說 從此以後 生活的壓力都傷了嗎 錯 生活壓力才剛要來 剛要來 我們報信 我們跟大家講的 都是見為之助 一夜之秋 可能會發生事情 先告訴你 不是要恐嚇你 先跟大家講 因為政府 陸續都在花錢 我想一個事情 比如說 家裡有電話沒關 有水沒關 他在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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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短還是電話 錢 這都是差 所以政府不斷的 再把錢花掉了 這件事情 我們就必須檢討 把你的皮包拿出來 看看他的身份證 是不是數位身份證 還不是 可是觀眾朋友 早在2020年 現在是2024了 2020年 預計行政院 本來2020年 就要全面更換 現在你看到的 數位身份證 那為什麼拖到今年呢 因為2020年 原本要達成這個目標 後來喊他終止 因為可能違反個資法 很多的相關的專家 都有意見的情況之下 就嘎然而止 但是就像個 你當時要推動 這個政策的時候 你要不要做出 這樣子的一個模板 你要不要找設計師 你要不要有相關的廠商簽約 要 所以花來花去 大概花了5億 然後事後呢 你現在目前拖了這幾年以後 他還有相關的倉儲空調等等 再5億 所以這個政策 出戶的政策 比攤戶更恐怖 有人這樣說 到現在位置算一算以後 廠商跟你求償10億 所以 這個本來無一物 到處惹塵埃 這個數位身份證 根本沒有出來 今天幾集喊康 10億元 全民買單 所以數位身份證 廠商後來跟行政策求償10億 那好消息是什麼 就是說不用10億 2.8億 就是說廠商後來 願意退一步以後 現在說 我們只跟你求償2.8億 那也是一筆不少錢 那大家講說 那到底怎麼回事 今天看到網路上很多 我相信很快行政策 或者是賴清德副總 就跑出來講 說你看 這是賴清德的政見 對不對 所以賴清德 照了一筆 他應該為2.8億來買單 因為是他推的嘛 可是觀眾朋友 因為那時候我在跑行文 我知道了 他應該說是民進黨政府上來以後 從2016年 蔡英文總統 第一個行政院長是誰 林權 那時候就有研議 然後到了這個賴清德 即將拍板 準備拍板的時候呢 他在2019年的1月的時候 因為2018年年底的 縣市長民進黨學很差 對不對 他就辭掉了行政院長 然後跑去挑戰蔡英文 有沒有 所以2019年6月6號的時候 行政院是確定拍板 要做這個數位身份證 在蘇院長的手上確定 在蘇院長的手上決定停止 所以他當然不會認啊 林權加我加蘇貞昌 怎麼說就怪我一個人 所以他之前沒有講話對不對 那工程會也講 是啦 我要賠2.8億啦 但是 所謂的原推動者 是誰 他說我們不會去追究 那網路上都講是賴清德 我今天解釋給你聽以後 他絕對不會說是他啦 因為這個計畫是林權開始推 在我的手上成熟 可是真正拍板 2019年6月6號的時候 我早就不是行政院長了 我2019年1月就走了嘛 所以呢 現在目前 大家要知道的 這些責任很難擬清 但是錢就是白花花的因子 2.8億也好 或是原本求償失業也好 政策都應該要溝通 而且了解可行不可行之後 再去推動 否則這些錢都是白花的 哎呀 這個可以不要花的 但是搞了2016年到現在 8年之後 給你緊急喊咖 大家通通買單 全民來承擔 還有一個你也跑不掉 下個月 4月就要開始 不知道會有多痛啊 所以這個浪費的錢是可以不要花的 可是有些錢呢 你是必須要補的 對 因為我們的台電 現在目前的狀況 它就是虧錢 所以台電虧錢的情況之下 我就講嘛 2026年的11月才要選舉 基本上2024的吧 還有兩年用10個月 我早點被罵早點好了 對不對 管理咧對不對 該漲就要漲了嘛 我們已經講了兩個月了 4月是不是會漲電價 4月是不是會漲電價 答案是 是 真的會漲電價 然後呢 會漲多少 目前沒有細節 可是目前看起來 全面漲 1500萬的用戶會受影響 這可能是板上丁丁的事情 但是到底漲多少呢 10% 20% 不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 一定是工業大戶會比較受影響 但是民眾也很受影響 情況之下的時候 報售精確 漲多少 報信文再來告訴大家 可是為什麼到下一日子 沒有辦法估算出來 因為第一個 在測風向 看民眾反彈的聲音到哪裡 能夠接受到什麼承認 第二個呢 是真的沒有辦法算出來 因為台電基本上 他就是要看行政院到底 他每一年撥補多少錢 你撥我2000億 我就少漲一點嘛 你撥我1000億 我就多漲一點 就是變這樣 所以他完全不是用 他的盈虧的一個狀況 去決定他的電價了 所以你就知道了 現在目前呢 包含了經濟部 王伟華部長就講說 是啦 是啦 因為如果電價一漲的話呢 我們的CPI消費者 物價指數 那個通膨 會不會我常跟大家講的 1.8%還好 2.8%要注意 3.3%就通膨 對不對 那會不會往上走 那肯定往上走啊 因為當你電價油價都漲 秋風之下的時候 很多東西 小吃等等 都會往上衝 你看 南台灣人的驕傲 我對不對 我其實沒吃過 台灣才有 丹丹漢堡 它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鹹粥啊什麼的 它花樣很多 南台灣人最喜歡丹丹漢堡 現在也講說 對不起 因為物價的反應的關係 我們也要漲了 3.8號 過幾天以後 準備要調漲 2.76% 所以大概套餐喔 它的套餐並沒有很貴啦 100塊上下 都多吃5塊 你看還有漢堡配蝦米蘇有沒有 真是很厲害 就是要吃味啦 那丹丹也要漲了 不過就像我跟你講喔 丹丹真的受難台灣的觀眾朋友喜愛 雖然他說要漲 可是我看網路上現在沒有受到抵制 他說 是啦 丹丹漲5塊啦 可是還比其他的很多fast food 都還便宜 還佛心啊 會繼續支持丹丹 那剛剛講說身份證賠了11倍2.8億已經是賺到了對不對 那問題是 這些錢可不可以不要浪費 如果當初好好規劃就不用這些錢對不對 如果你確定要多少蛋才買多少蛋 你不要買到壞蛋 不要把放單過期 又是贈賬問題 對 那有人講說 皇上你跳針 這個蛋就是去年的問題了 對不起 去年買的蛋後來是不是不敢吃 沒有吃 冰起來 5千萬顆對不對 對 5千萬顆到現在它還是5千萬顆 因為呢 它並沒有處理 因為觀眾朋友不講不知道 處理蛋也是一門事業 它不是隨便把它丟到一個地方就好會造成污染啊 所以呢 光是要找人家來處理這些蛋 已經是招標了以後 目前沒有廠商要來做 然後呢 你還冰在那邊 從去年冰到現在 倉儲要不要錢 冷氣冷凍要不要錢 電費要不要錢 都要錢 昨天那個齊凱跟他一番問說 那現在怎麼樣 大概就要已經多花了很多錢了 還要再花4千萬去銷毀這些蛋 會造成很多的浪費 好 宇軒 今天尾翰一開始 哇 點了好幾個面向 我們才高興三秒鐘 後面全部都要花錢 我們討論的是荷包 你腦筋賺的是政治啊 我先講陳建仁 陳建仁今天早上很好笑 今天早上跑去 這個立法院要接受備詢嘛 記者為他要先講 他說不對啊 院長你之前明明就說全民買單 這是假消息 然後你知道陳建仁說什麼嗎 他說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講的是4點多億 那我們現在只要買單2.8億 所以不算假消息 不算買單 這公司要銷毀啊 那我跟你講 現在官員就變成這樣 就覺得怪現象 以前呢 包括你說從電價也好 包括這些政策也好 都還會撐在那邊 什麼意思 電價動漲 那你包括油 是不是也維持在一定的幅度的範圍 然後自營虧負嘛 雖然說最後還是有人民納稅錢買單 但為什麼在這個空窗期 在這個交接期 在這個520前夕 居然跟你不覺得怪嗎 突如其來很多壞消息 怪事情都產生了 就是看守內閣到底是穩定為上 結果發現一直爆雷一直爆雷 好像在發爐一樣 對嘛 你觀光客要進入客團 你6月 拜託你怎麼替下一任政府決定 那你說電價到底要不要調漲 油電雙漲 你好歹給賴清德自己去承擔嘛 因為你沒有差這兩個月吧 對不對 結果你看現在電價也漲 來來來各位 你仔細看這個東西 他說撐不住了 他說因為高壓電如何如何 因為我跟我講 其實所謂的高壓電業者 就一間最嚴重 你知道誰嗎 台積電 佔了10% 台積電一家就佔了全台灣10%的用電量 而且未來還會再增加 甚至到12.5% 而且他都要吃綠電 但居然哥 請問一下台積電今天才出現了嗎 不是啊 要多久了 一直在啊 對一直都在 那奇怪的不是理由嘛 你跟我們講一大部分理由 其實只有一個真正的理由嘛 要給賴清德好看嘛 所以你現在蔡政府把所有 原本應該要壓抑制的 應該要承擔處 各位你不要覺得這沒有什麼 當年馬英九 就是因為這個油電雙長 被打的灰頭土臉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那現在請問賴清德去承擔之後 他怎麼樣 這個東西要一去不無凡 你漲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再降了 等於說你把這個權限提前 給他用掉了嘛 那包括王美花 他漲電價 他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應 各位民生 因為我們的經濟部 一直在跟你講說 沒有啦 通膨沒有很嚴重啦 台灣算還好啦 但是他忽略到一個 外始祖 我們後面最後 這個講的問題 都攸關一個東西 外始祖 民生 外始祖民生 就是我們日常 每天大家要面對的問題 他在整個統計的範圍裡面 他佔的比重 其實是失真的 對 也就是他的佔的比重 非常非常小的狀況之下 沒有辦法突顯出 你的日常感覺 我就訪問最後 訪問各位觀眾朋友 一個問題 當今天店價漲 當今天所謂的物價漲 你去外面 請問北部地區的好朋友 200塊一餐 你能解決得掉嗎 以前我們在講50塊的便當 100塊的便當 如今未來 如果再這樣下去 等到520之後 會不會變成200塊 才能夠吃一餐 搞不好還吃得不怎麼好 跑都跑不掉 你最後收在便當 超有感的啊 佩君你怎麼看 其實在這個新的會期一開始 立法院不同的委員 都提出一個同樣的觀點 就說看起來行政部門 不把錢當錢 所以舉了很多的例子來 那裡面其實最大規模的 或者民眾最有感 當然就是電價的問題 而且電價對觀眾朋友來講 你是一隻羊被剝兩層皮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剛剛委安哥也說 4月這個電費 看起來是漲定了 因為選舉已經過了嘛 所以行政部門 講漲電費這件事情 風聲已經都放阻 看起來就是會漲 那只是差別 就是哪些用戶 漲的比較多而已 可是如果你單純講 電價的問題 這幾年當然這個電價 是不敷成本 但是你去看 不敷成本的原因 不是說台電的營運能力不佳 主要是因為為了配合 民進黨的主力政策 能核電歸零 核氣一半 還有風電 這個風光電大躍進的 這些能源配比政策 才導致如此 所以觀眾朋友 你不要只看到說 電價調漲而已 過去這幾年 包括這個今年 台電都已經虧到 舉價還不夠 而且還要讓行政院 是直接撥補 不然可能會連 台電的股本都賠光 那如果這個發生在一般的私人企業 基本上可能早就已經破產清算了 那是因為台電是國營事業 所以政府必須無條件 一直不斷的支持他 但經濟部現在出來喊的是說 希望可以今年增加到 一千五百億的這個撥補 但如果補不到這麼多 那一千億也可以 這是經濟部說的 然後電價的漲幅 趴數 他至少要拉到兩位數 那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等於民進黨排版 一個這個能源政策 然後但是不切實際 然後甚至很難達到 但是成本很高 叫台電要推下去 然後虧了一屁股 根本做不到 或者是要花更多的錢 然後達不到原本的目標 再回頭跟國人說 我如果不補的話 這個要嘛 你就拿稅金來補 要嘛就是拿這個 多角電費來補 沒有別的選項 那大家不要忘記 更可怕的是 這個撥補的錢 是跟勞保 還有健保的撥補額度共用 也就是說 大家的勞保基金 如果破產 健保基金不足 也通通都要算在 民進黨這一波 這個神操作 把台電拖垮 甚至拖垮全民福祉的操作之下 武器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 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 總計九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 一百萬的訂閱 我跟他唱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扣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 訂閱一百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 請大家 我來聊 我們坐在這裡 一會兒 你們坐在這裡 好嗎 對 今天 我們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我們坐在這裡 我坐在這裡 好嗎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